議員會覺得是網址影響了這次民進黨的一個選情 因為其實這個網路上有人特別點名了四大人物 包括是這個陳家勤 還有王浩宇 還有周遇寇跟這個四叉貓 你怎麼來看他們這樣的點名呢 我不針對特別的任何人啦 齁 那我知道背後的人更可怕 他們只是檯面上的人嘛 不是嗎 他們背後還有更可怕的人 因為昨天高嘉宇委員有覺得說是網均影響 網均的形象影響了這次的年輕選民以及中間選民 那因為林錫耀他是回應說不要把這個問題推給網均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 因為林錫耀秘書長 他例行性的當然官司的說法 當然是必須這個對網均否認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心知肚明不是嗎 我相信我們絕大多數的民眾都心知肚明 本來前幾年 柯文哲在使用網均的時候 大家 欸 大家可能還不太知道 那當漸漸漸漸的發現 欸奇怪 怎麼任何新聞一開頭 下面一大堆人就在 就有一些人留言啊 說是熱心民眾留言 就在帶風向 久而久之 我們現在使用網路的人 會自由會行手機的人 一看就知道了嘛 當社會上每個人 隨時都在認真工作的時候 哪有那個閒工夫 說發生任何事 一下子就在下面趕快留言 這很清楚 這些傢伙就是網均側意 就是在帶風向 甚至這個新聞就是他們製造的 那你們在選前的時候 其實是跟網均對抗到最後一刻 然後最後你其實是拿到第一高票 有沒有覺得有一種邪不懸政 終於吐一口氣的感覺 確實有啊 確實有 因為 我確實在這一次的選戰過程當中 被側翼網軍 修理到不成人形 那我確實心灰硬的 因為我滿難過的 我覺得 也一再的吞忍之下 那麼這些側翼網軍還肆無忌憚 他們每天坡份 當然啦 不是對我王世堅一個 我覺得這些側翼網軍的惡劣的沒人性 每天這樣坡份 讓我不得不想到說 那背後水肥車在哪裡 我們社會應該要揪出這個水肥車 誰提供他們資源 因為沒有資源 難道這些網軍側翼 他是當義務的嗎 他每天吃飽沒事嗎 他每天吃飽沒事嗎 社會上 我們每位同胞 每天都努力的在工作 辛苦的在過生活 那這些側翼網軍 欸 靠著修理霸凌 糟蹋別人 他就可以過活嗎 他背後一定有水肥車 一定有他的主子嘛 不是嗎 水肥車會在黨中央 我不管是誰 因為每個政黨都有側翼網軍 那我覺得每個政黨 任何一個政黨 來豢養這些側翼網軍 都是墮落 因為一旦有了某個黨開始 一開始就是柯文哲 柯黨嘛 八年前就是柯文哲 引用這些網軍 我們國家網軍之父 就是柯文哲 結果柯文哲有了以後 其他各政黨 欸 起兒校遊 那 起兒校遊 豢養了這些網軍以後 糟糕的是 有了網軍 各政黨 或各政治領袖 都不再 用功認真努力做事啦 為什麼 因為網軍第一點 可以幫主子們 擦煙脂抹粉 歌功頌德 第二點 網軍可以幫主子們 去攻擊霸凌 那些監督他們的人 或者去羞辱 那些不一樣的聲音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一個主子 這就過了啊 然後第三點 還可以靠這些側翼網軍 編造謊言 在網路上 幫他們做一些謊言的宣導 天啊 這是成何體統 所以我認為任何一個政黨 不只是我們民進黨 或者國民黨 其他最糟糕的 一開始的科黨 就是他們 點的這把火啊 他們起的嘛 起的這個頭 所以我認為 這些在運用網軍 貫養側翼的背後 這些主子們 這些水肥車們 夠了 夠了 你們不要破壞 人性的善良厚道 你們不要喪失人性 還有網軍們 夠了 這些網軍們 他不好好想一想嗎 以後他怎麼面對他的子女 難道他要跟他的子女說 你們白的做網軍嗎 這 這 成何體統不是嗎 這是我認為夠了 到此為止 而且 我們民進黨選輸了 沒錯 我們徹底輸了 沒錯 但是 我 呼籲 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們 不要懷憂喪志 我們應該振作起來 難過一天就好 明天 我們還要面對新的挑戰 新的問題 而且馬上2024年的選戰 就到了 所以 我們不必懷憂喪志 我們從實民進黨過去 創黨以來的 我們的初衷 我們就是要為台灣 為我們國家走我們台灣的路線 要弘揚我們台灣的民主法治 那 這一點 我相信 我們每一位民進黨的支持者 都很清楚了解 我們應該盡的義務 我們身上所擔的責任 所以 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們 我們 不要懷憂喪志 難過一天就好 明天 我們就應該振作起來 讓 敵對的政黨們 讓我們整個社會知道 我們民進黨 是很有骨氣 很有戰鬥意志的 我們來看 我們有研究